它是一个REIT 还有一个ROS1 图片的 按说你可以吃普拉提尼 但这个可能太贵 你也可以吃阿莱提尼 或者车座提尼 都可以 但是这个报销完也不少钱 你吃那个 酒外仿制的那种卡国提尼 也行 说实话还有别的白养药 但是我估计你们显贵 目前来说 最便宜的还是你从外面 买的这种卡国提尼 但是你吃一碗看看疗效 如果疗效好了 你去吃疗效不好 你去去换 阿莱提尼 没啥区别 阿莱提尼肯定 肯定有效率比高一些 但是代价也大也贵 那你就用卡国提尼吧 用卡国提尼加上我的中药 是到一个月的时候你做个CT 看看总块缩小了没有 他这个现在转移的地图挺多 那是啊 你转移再多 只要咱药物有效 他还是能够解决 还是能够控制 像他那种情况的话 要是能控制 控制好了 还能活几年 耶 他这个控制好的话 能活四五年来 五六年来 他比那个 甚至比 一级F2突变活的时间还长 啊 没啥 太大事是吗 对 他这个Rate突变 他Rate突变活的时间长 反而长 但是前提 你用对药 你现在用的药卡 我信你反正是 有点对症 但不完全对症 最好的药 你说是哪个 最好的就是 克拉提尼 克拉提尼 现在承受不了药 太贵了 六万 那是最好的药 但是你承受不了 就算了 马医生 他有一个就是 他那个不转移到体椎了嘛 转移到体椎的话 你还得打抗股转移的药物 做莱灵酸什么 对对 我就想问你这个 出莱灵酸 我给上次打了一点 他他们大夫建议我们 就是一个月打一次 对呀 这个需要每个月打一次 28天 是的 28天打一次 至少得先打完一年再说 我简单的总结一下 咱俩的谈话 好不好 第一 从目前来看 你就先用的卡过提尼吧 无论从经济各方面 也适合你 别的你搞不了 有药有好药 你的经济压力太大 第二 吃上我的中药 这样可以弥补你这个卡过提尼 这个疗效的不足 让你长期的生存 抗癌一流 第三 每个月 28天一次 把那个抗股软移的药打了 做莱灵酸 我再给你发过去 如果效果不好 你再给我联系 咱们再想别的办法 好不好 你目前这个 目前这个是最省钱的事 所以你也得考虑省钱 谁家里能够有多少钱 对吧 对吧